这么多军机的意外 当然都知道F-51是非常老旧的飞机 甚至包括我们的前国帮部长 冯世宽 他都飞过F-51 哇你看老先生飞过F-51 然后这架飞机 竟然现在还是20多岁的 年轻飞官都还在飞 这是多么冒险的事情 只要每天我刚刚讲 在花莲 在台东 在屏东 一大清早 只要在清早要飞的 起飞的那一刻 无论它的背后有多少 维修的弟兄 无论有多少当中在检视 在保养的弟兄 无论有多少优秀的飞官 鼓起勇气上了这架飞机 发动了引擎 最后飞上天空 在每一天早上的那一刻当中 都是博命 各位好 我是王上志 欢迎来到CTI Talk 中天头壳 我们今天要和你分享的部分 实现这几天正在进行中 打捞进行中的一个不幸 就是我们的F51战机又坠落了 而且这次当中不是一架 同时两架 有两位飞行员 非常年轻非常年轻 一位甚至年轻到26岁 那么年轻相对来说 长期要被培养有战力的飞行员 很不幸的一位罹难一位失踪 在我们录影的这个时候 正在打捞当中 我们要谈一下F51 当然中天头壳 CTI Talk这个节目 在中天新闻频道网路化之后 经常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 到节目中来提供不同的思考观点 那么我们在这里头 所提供的观点 跟在电视上 真的节目不太一样 可能有更多深入的地方 如果你同样的喜欢 也支持中天频道的话 欢迎你一起持续的来收看点击 CTI Talk中天头壳 要说什么那种 要小叮当 按赞订阅小叮当 这好像应该每个人都会讲了 但我从来没有一次记得 好我来讲一下这个不幸 我对于每次只要有军机 有战机坠落 其实特别有感触 主要因为我是花莲人 那么因为在花莲的话 都知道加上空军基地 我印象中从小 每天从小 大概六七点 天色未亮 尤其像现在的冬天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被军机吵醒 因为其实在花莲是这样子 经常训的飞机的巡航 他们有早中晚 那么在早上的晨班的训练的部分 有时候时间是六点多 七点多 所以还没有起床 所以我们都是被那些很惊人的阴暴声 就整个给你知道轰醒跟炸醒 所以一方面当小时候都在诅咒这些军机了 但是长大之后就会理解到 其实在东部海域 因为是牵涉到是整个台湾在空战防御当中的 应该讲说是第二波 而且应该讲说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在西部海岸面临台湾海峡这里当中 可能在两岸一旦空战的时候 他第一波就打了 可是第二波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 衔接的支援的一个军机的战力 其实就是在花莲 当然台东后来也有 只是说这一次 这两天刚发生的这一次意外 其实是在屏东地区 但是不得不说 其实大家在这两天都非常的难过跟哀伤 那在录影的这个今天国防部长 中国政代表了蔡英文总统 前去探访跟慰问的家属 其实都很感触了 其实在脸书上我们看到 家属特别是这些年轻的太太们 尤其像罗尚卫他的太太 甚至才刚怀孕两个月 也就是说都是新婚妻子 或者是说才刚怀孕 那么他们所留下来 在他们的脸书上当中的那种感伤 还有包括父亲或家人的贴文里头 说希望你在云端 能够继续守卫我们的疆土 这都是非常动人的一个情怀 当然这个动人情怀当中 我们还是得要从这些个别的 个别的这种军机的意外当中 我们不得不还是要看一些现实的数字 而且从这些现实数字 去联想几个令人担忧的事实跟角度 什么呢 首先呢 光是F-51战机在这20年来当中 已经衰落了9架 如果还包含其他的军机的话 那是那那个 这几天媒体都有做统计的这个表列 你看到真是让人心惊胆跳 你是不是特别觉得最近几乎每一年 每一年懂要摔个这么一两次 这里头军机也都是价值上数亿 那么在军机当中牺牲的这些飞官 那么也都是非常优秀 重要的有资深的也有像这次当中 比较年轻的飞官 其实这些飞官本身都是长期的部分培养 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战力的损失 因此我们都不禁想到 你知道就像是我们不能把军机跟路上的车祸拿来相比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最近因为像是在彰化地区 总是有同一个路段 在那个地方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总是发生死亡车祸 于是你总忍不住就要来看 究竟这些是车祸之个案 还是要仔细看究竟是这个道路的建设的周边还是标志 还是说气候浓雾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 而不只是这个人倒霉的驾驶 他个别的命运不幸发生车祸 于是他个别的命运就消失在这个车祸的意外当中 我的意思就是指说单一的意外 他虽然确实可以思考 他可能是个别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 但是当长期累积这么多 这么多军机的意外 当然都知道F-51 是非常老旧的飞机 甚至包括我们的前国防部长 冯世宽 他都飞过F-51 哇你看老先生飞过F-51 然后这架飞机竟然现在还是20多岁的年轻飞官 都还在飞 这是多么冒险的事情 于是究竟现在在那么多的飞机坠落之后 国防部尤其在空军 究竟对于整个F-51的整体的检视 我们说检修维修 更换他们的那个坐舱的部分的弹跳 花了六亿 花了很多钱在做这些维护检修检查事情 但是是不是有些事情就是 就像汽车一样 飞机也是 他就是老到一个地步 你再怎么修就是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空军的军力当中 就是得要面对这个事实 就这些老旧应该态换的军机 已经到一个完全不堪的地步 只要每天我刚刚讲 在花莲 在台东 在屏东 一大清早 只要在清早要飞的起飞的那一刻 无论他的背后有多少维修的弟兄 无论有多少当中在检视 在保养的弟兄 无论有多少优秀的飞官 鼓起勇气上了这架飞机 发动了引擎 最后飞上天空 在每一天早上的那一刻当中 都是搏命 而且他们可能他们的丧命的几率 都可能要超过20% 30%甚至更高 所以面对这个事实 我们也不仅要投影到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令人忧心的地方就是 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两岸这一年多以来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军机 几乎将近要每天都飞越台湾海峡 在台湾的无论西部南部 甚至东部 甚至绕行台湾当中的上空 也就是大陆军机飞过来 所以只要每次飞来的时候呢 台湾的部分的军机空军就得要上去 他不是迎击 但是至少要有所嚇阻 也就是说 过去来讲的一般性的训练 的空军的这些军机 无论是哪一个机型 幻象也好 F51也好 到现在来讲 因应的现实上 因为大陆军机来犯太过频繁 也就使得现在 必须要升空的这个频率跟频次 已经超过老飞机 老军机的负荷更多更多了 所以这两个事实 就是使得我们必须要重新 一方面在现在还继续在搜寻 或者是打捞遗体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对于又再一次发生的这种空军的军机 坠机的意外事件当中 对于家属要有无比的关怀跟慰问跟抚恤之外 我们还是要拉回来思考这两个问题 军机是不是老到老到已经 真的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 而且真正的怎么办 还包括了现在大陆频繁的过来 而我们现在还不能只是日常训练 老军机附和得了台湾的空防吗 未来或接下来一旦有任何两岸 真的军事紧张 空战毫无疑问就是第一步的战争 国防部长求我正说 我就奉陪到底 但是我们这种老军机怎么奉陪呢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一方面怀思 一方面感伤 一方面也祭奠 那么这些不幸的飞观 跟坠机事件之余 我们应该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我是网上志 刚刚和你分享的是有关于 这一次F-51战机有两架 再度失事 我们应该思考的两个角度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次再会